这是一部和奥斯卡实质交臂的战争电影 它的魔斗评分高达9.0 超过了96%的战争片 打败了97%的剧情片 没错它就是上映于1998年的经典电影 拯救大兵瑞恩 那么这部如此优秀的战争电影 到底讲了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男人看完电影后都会失声痛哭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回味一下这部电影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 时间是1944年6月6日 地点位于法国诺曼底海滩 没错可能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 这场战役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 早上6点30分随着哨声响起 在炮火的掩护下 盟军大部队乘坐登陆艇 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强谈登陆作战 和其他战争边不同 这次没有机险 没有豪运撞雨 也没有誓死如归 大兵们全缩着身子 躲在登陆艇的护板之后 有人喝了一口酒 有人在祈祷 也有人在瑟瑟发抖 随着登陆艇离海岸越来越近 船上大兵们的状态也越来越精神 当登陆艇到达岸边 长官放下胆板的一瞬间 大兵们迅速跳下了船 向岸边冲了过去 而防守在岸边的德军也火力全开 岸边有首预的机箱 手雷以及燃烧弹 就割了一波又一波的生命 在冲锋的过程中 有人中弹倒地 也有人被手雷炸成碎片 岸上德军杀红了眼 海中的盟军也杀红了眼 双方进了一产血腥的搏杀中 他死了 他死了 他也死了 此时已经没有人在意 谁能活下来 盟军只能应着头皮往上冲 而德军也只能握住机箱疯狂的扫射 在这片海滩上 如这样的小队不计其数 前脚冲上去的人死了 后脚又由小队补了上来 这就是战场 没有仁慈也没有灵命 只有成堆的尸体和绝望的眼神 很快在人海的冲锋下 德军的防线开始崩溃 海滩上的碉堡也被一个一个的炸掉 防守的德军也被一个一个杀死 盟军在损失的大洋士兵后 终于以惨痛代价 拿下了诺曼底 而此时的海滩和海水 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没错一场伟大胜利的背后 往往都是成千上万的白骨 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军 其实大家都只是 正式加手里博弈的数字而已 战争结束了 盟军的后勤通讯部也忙碌了起来 女兵们开始统计阵亡将士的名单 几天后 他们的亲眼都将收到一封美军的电报 不过在过程中 一个女通讯员却有一些纠结 因为她手里的三份名单有些尴尬 她无法做主 只能将名单交给了上校 上校接过名单后 眉头也皱了起来 这是三个亲兄弟的名单 名单上说 肖恩瑞恩死于奥哈玛 彼得瑞恩死于犹太 丹尼尔瑞恩死于辛吉利亚 也就是说几天后 他们的妈妈将同时收到三份证网名单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这不是噩耗 而是绝望 她也资料后 上校都惊奇地发现 三个人还有个弟弟大兵瑞恩 但此时她正在参加诺曼底登陆 估计这家伙也悬了 看着手里的名单 将军的脸上露出了愁容 她开始思考要如何向这位母亲解释 难道要直接告诉她 她的四个儿子都很勇敢吗 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只会不决定 组织一个小队 穿越敌战区 去寻找大兵瑞恩 无论她是死是活 都要将她带回来 这不仅是为了弥补 对前线士兵的亏欠 更是为了给一个绝望的母亲 带去一丝丝的安慰 很快命令就来到了战场 阿甘队长接下了这个任务 她开始在军队里挑选队员 没多久 几个家伙就被她编入了小分队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阿克人就这样带着武器 弹药以及药品 干粮上路了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气氛还算和谐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 刚被德军摧毁的城市 在一片废墟中 他们还发现了一对迷女 父亲想要士兵们 带着女儿一起走 但士兵们是来执行任务的 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带上一个小女孩 只会害了她 不过一个好心的队员 还是接过了女孩 担心爱妙 她就会抱头了 音道枪声大家都明白 这附近藏着一个德军狙击手 他正是想吃掉整个小分队 不过盲军也不是什么善茶 一个大兵凭借多年战斗经验 快找到并且击毙了 这个德军的狙击手 看掉敌人后 小女孩又回到了爸爸的怀里 二小分队则又继续上路了 走了一会儿后 大家走进了一栋破绝的房子里 休整了一会儿 但一个倒霉的士兵 却不小心弄塌了一堵墙 更不巧的是 墙后面都是敌人 但而就在这时 一伙友军即时发现了这一幕 他们迅速举强看掉了所有德军 解决了这些敌人后 队长就开始向友军 打听瑞恩的消息 幸运的是 瑞恩就在这支部队里 机梦的队长立刻让营长将他叫了过来 但老天也就像在捉弄大家一样 这个瑞恩并不是队长 他们要找的那个瑞恩 这下局势有些尴尬了 没办法 既然任务没有完成 那么大家就得继续向敌战区内部进发 走着走着 他们又遇到了一支友军 幸运的是在这里 队长总算打听到了瑞恩的消息 一个视频将上次遇到瑞恩的地点 标策了地图上 小分队一看地图傻眼了 这附近正是德军的防区 那里的敌人不是多 而是非常多 虽然很纠结 但队长还是决定执行任务 很快一切就来到了一个雷达站 看着演技的战壕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敌人 但是要到达地图上的标记点 他们就必须越过这里 战斗开始了 队长引着队员们冲了上去 一个新兵因为胆小冲在了最后面 一生想想过后 战斗结束了 德局只活下了一个人 而队长他们则死了一个队员 队长本打算枪毙这个俘虏的 但只是那个新兵却跑了过来 劝输大家 最终这个俘虏就这样被放走了 又过雷达战后 一先祖宗来到了地图上的标记点 但这在此时他们又遇到了敌人 一两坦克和几个士兵向这里走了过来 队长急忙让大家赶紧爬下 也不知道哪个冒尸鬼 突然丢了一颗炸弹 轰的一下德军的坦克就趴窝了 躲在草丛里的队长 也只能为着其他人倾身迎敌 还好德军的人数不是很多 他们几下就干掉了所有的敌人 战斗结实后 队长开始询问刚刚是谁开的枪 突然露得对面冒出了三个伏地魔 原来这三个家伙 早在这里埋伏了好久 为的就是打掉德军的这支小分队 打扫完战场后 三人开始向队长介绍自己 排头的第一个人说自己叫米勒 第二个人叫汉德森 第三个人叫瑞恩 听到瑞恩的名字后 队长当即就愣住了 好家伙跑了几天后终于找到站住了 回到营地后队长将瑞恩叫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尴尬 这次队长再也遇难不出第一次的感情了 她直接将瑞恩兄长全部阵亡的消息 以及接她回家的任务说了出来 但让队长意外的是 瑞恩听完后却告诉队长 自己不想回家 她的任务是坚守这里 而且自己的队员都在这里 自己撤了他们会怎么办 她相信母亲会理解自己的 说让她还让队长们赶紧回去吧 听完瑞恩的话后 队长当场就懵了 好家伙 自己这次是遇到了一个勇士啊 瑞恩的话瞬间征服了 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人 最后队长又做了一个决定 她干脆带着云下的五个人都留了下 准备和瑞恩他们一起狙击德军 就这样一起开始整理物资 安装炸弹 狙击手被安排到了制高点 而那个菜的抠脚的新兵 这次成了运输员 专门为大家运输弹药 没过多久 德军的一支小分队进入大家的视野 对方两辆坦克 两辆装甲车 以及五十多个人 对这十几个人的小分队来说 这是一根硬骨头 即使他们啃下来了 也要损失很多同伴 但队长还是义无反顾的 让大家隐藏好 准备战斗 很快第一辆坦克 驶入了雷区 在队长的视野下 士兵拉下了地雷 地雷爆炸后 墙头的机枪手活力全开 此时仅声爆炸 德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第一轮他们就损失了 一辆装甲车和十几个人 紧接着队长让士兵们 用炸弹炸断了第二辆坦克的履带 高时埋伏在墙头的士兵 现在的德军开始反击 他们利用重机枪进行火力压制 随后用迅速用大炮 干掉了机枪手和狙击手 一瞬间天平开始向德军倾斜 更要命的士兵 负责送大量的那个新兵却退缩了 看着火力强大的德军 他只能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队友和敌人入国时 他还在瑟瑟发抖 随着战争进行的越来越猛烈 双方都杀红了也 战场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 连队长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尽管如此 队长依旧没有放弃 他将提拔手枪对准了敌人的坦克 一枪 两枪 三枪 突然轰的一下 敌人的坦克爆炸了 他想要队长自己也懵了 就算是燕双一也没这么飙悍吧 难道说自己打到了弹药库 随着队长百思不得其解时 一枪萌剧的飞机从头顶飞了过来 原来是轻人的九军到了 一番狂轰乱炸后 德军投降了 剑克斯则发抖的新兵终于不发摆子了 不过当他走向头向的德军时 却发现 最开始他放掉的那个德国士兵 居然也在里面 现在他后悔了 世人则让他害死了更多的队友 他愤怒的开枪射杀了那个俘虏 现在他终于领悟到了战争的真理 人则只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而这边队长再也撑不住了 因此前他对着瑞恩说道 请别辜负我们 随后战友在队长身上找到了一封信 其实是这么写道 亲爱的瑞恩太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小儿子还活着 他正在引离战场 返程回国 瑞恩尽忠职守 勇气过人 凭着家雄皆已亡固 却依然坚持参加这场反对独裁的伟大抗争 我与战争部长 美军同仁以及美国同胞们 请在此助您身体健康 今后能与瑞恩生活愉快 虽然瑞恩回国了 但也无法弥补您和亲亲望望的美国家庭 在战争中遭受了创痛 我想和您分享一番 在悲痛绝望中支持我的话 愿天主能安抚您的丧子之痛 让您永远怀念远去的挚爱 全身的荣耀都归于女人 为您能为自由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林肯敬上 马歇尔敬上 深调敬意 也深调歉意 看着死去的队长 瑞恩陷入了沉思 这一思考持续了整整几十年 电影的最后白发汤汤的瑞恩来到了墨地 看着死去的战友和同胞们 还恰恰地说了一句 自己没有辜负大家 《拯救大兵论》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 以前花姐看到结尾的信实还哭了 花姐总喜欢说希望世界和平 但看完这部电影 花姐只想说希望世界和平 为了今天安定的生活 我们曾经失去了太多的同胞 就算是如此 牺牲在异国他家的他们 人还会回到故乡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不够三十万本 坚决不再露脸的傲娇花姐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